大家好,美股大跌也影响到了台积电 全球晶圆代工的领头羊台积电13日美股暴跌以后 14日开盘同样走跌1.36% 半导体市场传出台积电缩短了客户收款的天数 目前已经获得了IC设计供应店证实 专家也警告台积电驻美国的新厂恐怕将遇到新的麻烦 台积电在13日的盘中下探85.01美元 创今年的新低 创下2020年10月中旬以来的新低 相较今年元月最高点市值缩水4.38万亿元新台币 4.38万亿以美国5奈米晶圆厂投资台币3600亿元计算的12座晶圆厂飞了 台积电2020年5月曾宣布赴美建设第二座晶圆厂将落脚亚利桑那州 同时指出这晶圆厂将采用台积电5奈米制程 生产半导体芯片 规划月产量2万片晶圆 将直接创造超过1600个高科技专业工作机会 并间接创造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统中上千个工作机会 当时公司透露建厂成本约台币3600亿 于2024年开始量产 那这一夜之间跌去了12座晶圆厂 一夜之间蒸发了 日本经济新闻今年2月曾经报道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建厂进度延后3到6个月 原因是美国劳动力缺乏 美国本土疫情变化 加上需要申请多种建筑执照流程繁琐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刚结束8号的股东会上 对此回应 他说美国建厂成本确实高于预期 征裁难度也高于台湾 但并非无法应付 虽然需要投入的学习时间 当前问题不影响美国建厂的时程 台积电也传出缩短收款天数 台积电多家的IC设计厂 客户证实已经收到通知 至于增量要加价一事 IC设计厂表示没有听说 受惠高效能运算及车用电子强劲需求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与股东会中表示 产能还是非常满意 对于增量加价及缩短收款天数传言 台积电并没有回应 台积电IC设计厂客户证实 收到台积电缩短收款天数通知 部分厂商表示 台积电收款天数将自过去30天 大幅缩短为15天 部分厂商则表示 台积电过去采用月节方式 平均收款天数45天 明年起改为30天内 IC设计业者指出 台积电近年大举投资扩产 今年及明年资本支出将超过400亿美元 缩短收款天数应是为了减缓现金领 至于增量加价方面 IC设计厂表示没有听说 业者指出明年产能规划 目前尚与台积电讨论中还未敲定 台积电仅通知明年调涨代工价格 并无增量加价的情况 值得关注的是 台积电是全球晶圆代工龙头 但竞争对手三星英特尔强势禁闭 彼此的制程技术上竞逐 其中英特尔与台积电一敌亦友 关系相当微妙 有专家认为 如果台积电无法取得美国的补助 而英特尔能获得补助 一来一往 对台积电美国厂造成的负面影响将非常巨大 全球芯片荒背景下 台积电靠着优异的技术与超过50%的市场占有率 受到更多的关注 尤其是2021年宣布将赴亚利桑那建设新厂后 竞争更加白热化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辛格曾多次对外喊话 呼吁美国政府25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 应补助本土厂商 并称台湾有地缘政治风险 应该要重视供应链的稳定与多元 此外美国总统拜登也喊出芯片制造本地化目标 希望能解决生产过于倾向亚洲 包括三星台积电的状况 这种状况显示 美国政府的补贴状态 攸关台积电未来发展的成败 台积电在欧美建厂的成本一定比台湾高 而多出来的成本一定要由欧美当地的政府吸收 如果台积电美国新厂无法取得相关的补助 而竞争对手英特尔有补助 那么就会对台积电美国厂的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 事实上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因 上周在股东会上也表示 虽然有人提出只补助美国公司的看法 但台积电跟美国有长期的沟通 我们不认为要让美国半导体产业复兴 能够只靠美国自己的半导体公司 大部分的美国业界与政界都认为 需要开放全球的半导体公司到美国竞争 现在看台积电赴美设厂已经不现实了 因为现在就连美联储的官员也说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不受控了 连美联储也很难预测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了 这么高的通货膨胀未来的投资成本会大增的 你就算拿到美国政府的几百亿美元的补贴 通货膨胀率上升几个百分点 台积电都受不了 直接把你这些补助吃掉了 而且你这些补助能不能拿到手还是问题 现在对台积电来说 我觉得之前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工厂 是最大的失败 就没有了解地缘政治 不看我频道 不看我频道 不看我给你分析地缘政治 现在看的美国的国内资本市场也非常动荡 美联储加息 所以台积电现在应该选择掉头返回中国 返回中国大陆设厂 中国的人力成本政策 加上中国的资本市场相对稳定 找中国市场才是最安全的 外面是风浪巨大 你这艘船你要什么 你要停靠 要找一个稳定的码头 现在看全世界最稳定的码头 哪儿 中国呀 中国是最稳定的码头 中国和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关系 你可以看 中国寻求是稳定 没有制裁俄罗斯 中国能够在俄罗斯获得廉价的石油 市场稳定 政权也非常稳定 国内没有发生动荡 你看看美国未来 美国未来甚至会发生政治的动荡 从特朗普执政 大家看到了吧 军队直接占领国会了 美国政治也在动荡 金融市场也在动荡 黑色星期一 还想拿着美国那点 那点补助几百亿美元 不够你折腾的 台积电现在怎么想 进到美国设厂是什么 是最大的败笔 应该返回到中国 就给你补助那几百亿美元 有什么用啊 一折腾出去 你看美国那一暴跌 整个全没了 未来这个无底洞 美国人力成本 物价上升 你往里投吗 越投越多 你不投 之前投资全打水漂了 实际上俄乌战争爆发以后 我就说 实际上这场俄乌冲突 是考验美国 但是美国现在来看 他并没有准备好 俄乌战争 这个普京看得非常清楚 你美国现在本身的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你发的钱太多了 你面临脱货膨胀压力 国内政治也不稳定 而且美股那么高 还能冲上新高吗 怎么可能啊 再往上升 那美元就成废纸了 美元是什么 国际货币 它靠印美元收割世界 拉高美股 再印钱 再印钱的美元真诚废纸了 现在看美联储加息 美国的资本市场 一定是负面的消息 所以未来呢 美国的股市 一定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这个股市刚刚下跌 就跌去了12个金元厂 那可以想象 未来如果美股暴跌 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那是非常恐怖的啊 你包括台积电 台积电这些企业 自己要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 美国现在金融市场非常动荡 美国人可以跳楼 对吧 站在楼顶往下跳就行了 你要跟着一起跳吗 自己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 台湾人之前选择美国 之前选择美国有一种赌博的心态 他根本没有看懂地缘政治 没有看懂现在世界一个趋势 中国才是最稳定的 中国才是稳定的地方 那今天呢 就讲这些啊 现在来看呢 大规模的投资呢 还要看地缘政治啊 特别是一种上百亿美元投资 这个地缘政治会影响经济周期的 大家多关注我频道啊 我多给大家讲地缘政治 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冲突 对中国对美国对俄罗斯对台湾的影响 知识 知识 Jahr 今年 年